紐卡素頻道闊別了整個禮拜 因為你私人的原因 這幾個禮拜我沒有發展開麥克風 搞到上場對歐聯對多蒙特這場賽事 我都沒有時間去跟大家討論 唯有今天一次過講完主場對多蒙特 和剛剛作客和狼隊的兩場賽事 多蒙特那場球很簡短講 其實紐卡素的機會是有的 整場球都是不差的 但多蒙特真的沒有想到這場球是打得這麼好 尤其是他們入球的球球 就承著中圈的安東尼哥頓 拿掉了很快是組織攻勢 一個反擊首先在上半場尾短打開紀錄 下半場其實紐卡素都有很多機會 尤其是安東尼哥頓的頭鎚 和哥倫威爾遜兩個人的施射和頭頂都是省縱微 沒有法子可以再下一城 暫時F組的歐聯賽事裡面 分組的形勢都亂到七角那麼亂 A.C.米蘭在那邊就剛剛作客輸給主場的巴黎聖日耳門 回到這個星期六 紐卡素作客這個狼隊 亦都可以看到 近這兩場球打完歐聯之後 紐卡素又是雙皮盡起 你看到其實對著狼隊 真的一點勝算都沒有 都打得很疲倦 尤其是看幾路 其實原來 紐卡素在過往十二年 是未試過在作客 是贏過狼隊的 所以這場球 尤其是看到 樂隊是非常積極的 尤其是奧尼爾 尤其是奧尼爾 上季被這個 本尼茅夫 此亂中棄 今季教狼隊 馬上有些成績 尤其是狼隊已經是很多主將離隊 包括尼維斯 這場球 亦都繼續服用王喜燦打箭頭 狼隊 竟然是 首先被哥倫巴爾遜射入第一球 當時 他在混戰之中 這個龍門沙亞 是犯想 拿球 拿不住 於是哥倫威爾遜 一腳射去的時候 是省到狼隊的後衛 托敵 然後 哥倫威爾遜 再乖巧地挑射 首先打 紀錄 首先是1比0 但很快 狼隊 也是靠 李文娜 接應角球 力壓應該是 哲比亞 是頂成1比1 這球球也是 自從2021年3月來 首一個入球 但作客的紐卡索 下半場有一個 再度領先的機會 當時 王喜燦在自己禁區 被判罰 他掃掉了瑞士首位的沙亞 但回看了VAR很多次 球證依然堅持給12馬 結果是由哥倫巴爾遜射入的 但這球球 很清楚看到王喜燦 跟球 甚至跟對方首位的腳 沒有任何接觸 王喜燦當時 只是腳 是倒地 結果 紐卡索 很意外地 超前2比1 但最後 都沒有辦法 保住這個勝果 尤其是 今場球 浪隊打得非常積極 尤其是王喜燦 尤其是 還有利圖和古南 幾支進攻的路線 都令到紐卡索幾乎 再度輸球 結果 在臨完場前 王喜燦 接應一個好球 乖巧地騙過對方的首位 射近著 替狼隊追成2比2 也看到 自從奧尼爾今季執獎狼隊之後 王喜燦是受到重用的 已經射入今季第六個球 值得一提的就是 六個球裏面 有五球 都是來自浪隊自己主場射入 看來 王喜燦 都可以在那一場 開始看到 他是浪隊的一個 進攻的重心人物 說回紐卡索這邊 雙皮盡器 尤其是最致命的就是 這個通拿尼 因為被指 罰這個停賽十個月 因為說他賭球的問題 所以 紐卡索依然現在 都是非常之 就是投行 究竟 要找哪一個頂替 通拿尼的位 傳聞就說 一月可能會 向這個沙地阿拉伯的 這個希拉爾 借用這個 又是 本來打狼隊的 這個拿華斯 有可能 會是一月過來 因為 大家都知道 就是紐卡索 和希拉爾 大家的老闆 都一樣都是屬於PIF 公共投資基金 沙地阿拉伯的這間公司 所以 究竟 這個紐卡索 一月會買什麼人 究竟是拿華斯 還是全民的 這個 加雲 菲立斯 或者是 曼聯的麥湯文尼 很快都會有新聞 講回這個星期三 將會是 聯賽杯 對這個 曼聯 曼聯在那邊 剛剛輸給曼城3比0 看看這場 紐卡索可不可以 乘著對方的太弱 可以報回上年 不是上年 應該是上季 即是今年年頭 在聯賽杯總決賽 被曼聯擊敗的一戰之仇 大家記得支持我 訂閱這個頻道